看到有这个灾民先生呢 竖起了大拇指 说这个组合物啊赞 那大家呢 很多人可能等不及要开始新生活了 但是呢 还是有像比如说梅山村呢 有村民啊 很多人不愿意下山撤离的 要守着家园 但是再过十天呢 小朋友们就要开学了 怎么办 现在已经开会决定 把村子里面的学生跟家长送下山了 今天呢 已经有这个下山的 这个上五年级的弟弟啊 他想到说 还要再过半年才能够回家 本来每天跟他一起玩的同学啊 邻居啊 可能都要分开了 难过的掉下了眼泪 梅山村的京小弟 移到安置中心 第一届试就是祷告 你们要再帮助祈祷 或者家 你们同学都一起下来 在山上 有人受伤吗 可是之后可能不能一起上课 眼泪直流 吃的热腾腾的便当 口中却不知味 心中放不下山上的家 还有可能各自然东西的好同学 仅仅抱着爱犬宝宝 接下来好一段日子 宝宝可能就是陪伴他玩耍的唯一同伴 因为开学日逼近 不愿离开家园的每三村民 终于陆续下山了 大概二三十个啦 大概也是这一两天会 都要跟着一起下来的这样 世界在下十三名大人 三个小孩 其中包括一名脚步受伤的伤患 每个人只拿着一个反复带的家当 想到最快半年才能够返家 都很舍不得 上面 他所有东西都在上面 他下来的话也不知道要干嘛 原本通报 二十一号有三十位村民要下山 但教会人员等了好久 只接到十六人 家人临时改变主意 要隔天才会离开家园 而这十六人也立刻被教会 接往高雄市与其他两百多名村民 会合准备安排他们接下来的生活 专闻陈家明 蒋心梅 SNG小组 高雄采访报道